周主任說過 今年我們有100隊 我想是1997年到現在我們超過二十幾年 第一次超過100隊一個地區 其實我們在香港一向在我們全世界的生物普查出名是多隊 多人參與 這是很鼓舞的數字 不過亦都令到很頭痛 因為香港每一隊都有個團隊的 我們往年都是大約有30多個 所以今年每一個團隊的團隊應該要大兩至三隊以上 我現在都在不斷地默色一些新血 看看有沒有一些可以成為團隊的團隊 希望今年我們都可以做得更加好 我都會很快地和大家講一下 究竟我們今年三號普查會做些什麼 因為我們今年很多隊 我都很短暫和大家講一下 其實就算你聽得不清楚或者不明白都不要緊 因為我們有團隊的團隊 我們有團隊的團隊的團隊的團隊 會幫助我們再幫我們做一些訓練 剛剛Alvin說過 我們7月2日或者之前 就會有電郵給大家 團隊的團隊的團隊的團隊 另外你會收到一個叫錦囊 那裡會告訴你 你剛才提過的什麼 site 已經編了 除了 site 之外 你會有 site 名 你會有 location 給你的 有些 description 有GPS location 你會有個 team 的資料 包括你那隊的 team leader team scientist 等等 有這些資料 你應該7月以後可以收到 我之前都會編一編 每一隊有個 team scientist 給你們 另外你會收到一幅圖 這幅圖就會告訴你 你那個 site 去到哪裏 有些位置其實大家 不是經常去的 特別是一些偏遠一點 剛才Alex 也提過 偏遠一點的地方 其實你可能要看天氣 看收到的訊息 收不收到 所以不是經常去的地方 如果你有圖就最好 可以告訴你 那條 transit 是怎樣拉的 你看到這個東平洲 東平洲其實都不是經常可以去的 不只是西貢出船 那麼方便 但其實東平洲很美 你要收到一幅圖 有了資料 圖是怎樣放 圖是怎樣放 另外也會有些 description 告訴你那個位置 大約有些什麼可以看到 有些什麼常見的珊瑚品進 環境是怎樣 甚至你看到一些圖有些靈圖 有些靈圖的 這個都方便你去找 那你就算 我們是 Team Scientist 基本上都很熟 那你都可以叫 Team Scientist 甚至你可能 那個租過的船 船家都很熟 因為可能他們經常去 盡量用這些可用的資源 好 但是呢 有一點要留意的 那我們做生熟普查 除了我們是一個收集數據 去做一些定期的監測之外 安全是最重要的 所以呢 你 Team Leader 的隊長其實很重要 他當日會考慮究竟那天是否適合的 那我都鼓勵所有 Team 其實今年很多 Team 有機會撞旗的 那你 如果你決定了這日子 那我也鼓勵大家 最好就通知我們 那不然可能你同一個位 那天說跟三隊一起去 那真的不知道怎麼做 另外就是呢 我們都 希望你們可能在 十月之前做是最好的 因為去年其實有些隊 去年因為 有些原因 有些隊可能租不到船 甚至可能推到很後 那你去到十月之後 其實開始有季有風 那有些地方就很難去的 那你去到香港比較遠的地方 譬如浪茄啊 甚至去岸江啊 東霸那些 其實如果你一轉季有風 去東風 東北風就去不了的 那所以有機會轉位 那我所有鼓勵 趁著現在 都是在吹西南風的時候 最好去做了普查 那到時就不需要改期 那是比較好一點的 那你們要填一個叫做 那是免責 責任免除輸 那這個基本程度 你出去潛水都會做的 那所以你如果當天 你做珊瑚普查的時候呢 你除了船上要填一張之外呢 你中珊瑚普查也會填一張 那大家 就是隊長 隊長 記得 那其他 那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因為很多隊長都做得很久了 那另外就是 那個數據版上面 記住填回你的隊長和隊長的名字 那另外最重要的是 哪個去記錄那塊版的 那我們呢其實有幾樣東西要去做的 那特別是新加入的朋友 那我也很快說一說 那其實基本呢 珊瑚普查會收集四樣數據 那有一樣是水面的 那基本上是整個地區的描述 那包括有沒有很多人為的影響 當日的天氣 附近的人口密度 附近有沒有河流 那這些都是一些很間接會影響到你那塊地方的珊瑚礁 那特別是最近有沒有打風 那這個都很重要的 因為打完風可能出來的數據和去年可能很大分別 那這個我們都有 那這個是水面的數據 那另外我們就會做三樣東西 那首先呢 其實我們的科學家 會去幫我們鋪一條一百米的尺 那其實這個很容易買到 五金譜都可以買到 那記住我們買的是用一些叫做纖維尺 千萬不要用一些金屬 有些做工程的用一些金屬尺 其實下去就生手 那如果你用那些纖維尺 那些玻璃超維尺就可以用很多次的 用很久都不爛 通常把尺就不爛 通常那些膠的螺絲爛 那我們 Team Scientist 主要幫我們鋪一尺 那有人都會再詳細講整個簡單的方法 那我們就會收集魚類的數據 收集毛隻追動物的數據 以及收集我們叫Substrate 就是那個叫做基質 就是究竟你的尺上面鋪的 下面是山龍 是石頭 是海面等等 那這個就是那個數據 那這個我不詳細講 那大家之後收到錦囊的時候 你都可以去拿 每隊都有數據版 那這個是毛隻追動物 那會有不同的指標品中 那我不會續一樣的指標品中再講 那之後我們會有些PowerPoint 會給我們 Team Scientist 那他可以即時跟你們講 那些不同的指標品中 那我們的指標品中就是落代 不是所有魚類都會記錄的 那所有魚類都記錄 其實做不到 那另外我們有些毛隻追動物 都是做一些指標品中 那我們選擇指標品中就是一些 有經濟價值的 那通常就 那如果你的WIF是很健康的話 基本上很多指標品中都會有 那如果是過度暴撓的話 那其實很多指標品中都沒有 那例如什麼呢 大家吃到的石斑 那這裡是指標品中 那大家可能其實都去潛水都發覺 可能香港沒有什麼大型的石斑 那現在最多大型的石斑就是什麼呢 就是這個沙巴龍等 因為放很多 那最近廣大好像在做調查 就說看看會不會記錄到有沙巴龍等 那大家如果有的都可以拍照 那 例如蝶魚 會被人捉去觀賞 例如一些笛鯛類的東西 例如紅油 火鍵 都是被人捉去吃的 那這些 那毛隻追動物 龍蝦 一些很漂亮的鱸 這些都會被人捉去吃 或者觀賞 那主要都是這些 那你看數據表的時候 就會有那些 那我們的數據版裡面有相 和有數據表在這裡 那你見到 那有些都 譬如魚類 毛隻追動物 有其他東西要記錄的 那這裡我就不詳細逐樣講了 那你有些要記錄 那些魚籠 那魚網 那有些要記錄白化 那一會兒 James 會和我們再講詳細些 我們用另外一個方法去記錄白化 那這個是魚 那魚都有點不同的 那大家要留意 那要記錄 除了魚 那要記錄其他東西 那我快一點 那另外就是一個叫做 那要記錄的那個 那個底質 那就是記錄珊瑚 或者是記錄不同種類的底質 包括珊瑚、石頭、沙、海葵、遠珊瑚等等 那我們其實最主要想看 那些硬珊瑚有多少 那所以見到我們這個方法 用一個尺上高 每0.5米會收集數據 那你0.5米底下的那個點究竟是什麼 那包括有 硬珊瑚、遠珊瑚、最近死亡珊瑚 或者是一些海綿等等 那我都會跟大家說 什麼叫做最近死亡珊瑚 那其實很多時候大家都 很多人都會有個問號 究竟什麼叫做最近死亡珊瑚 好 那所以這個呢 我們就 prefer 給我們的 Team Scientist 因為他很多時候懂得睡覺 但如果你在那個 Team 裡面 有些人很有信心的 那可能我是讀 他的 Team Member 讀海洋 我好知道珊瑚等等 那都可以嘗試給他做 那這個不一定 不過我們鼓勵給那個 Team Scientist 去做 那麼過去幾年 有些人上去Eco Diver 那他都可以去做 那你用一些叫做一些 key 比如硬珊瑚就是HC 那有些組類就是NIA 那這個石頭等等 那這個數據板都會有的 那你繼續 那我 那另外呢 其實當你做完那個珊瑚普查之後 那其實你是需要 可以上載那些 data給我們 那你可以上到優惠署的網站 其實我們有那些 Excel的數據表可以下載 下載完之後呢 你填完之後呢 就可以傳送給我們 或者afcd 那我們之後呢 就會做一個數據分析 那Alvin都說過了 我們連尾會有個 公開的 Press Conference 會跟大家說回那一年 我們究竟的finding是怎樣的 好 那我講一講 那這個就是 我們鋪設的100米 那個transact 那我們主要都是由 Team Scientist 做的 那我們會在鋪設的時候 其實我們沿著岸邊 平衡這樣去的 那我們就不會一條直線拉出去 我們沿著岸邊平衡在有山湖的地方 那基本上我們這33個位置 我們做了超過差不多 起碼15年 那有些位置起碼做過20年 那所以那些位置都 其實基本上都是那幾個 那個大約的位置 那今年呢 我都會提大家 怎樣可以找個位置 找得準一點 好 那首先我們會拉一條平衡 海岸線的尺 100米的 好 那這個這樣拉過去 好 那是珊瑚區 那這個先過了 好 那拉完之後 那其實我們基本上的方法 那首先我們做完 拉完尺之後 那大家在香港潛水就知道 你要見一條魚就很難的 因為那些魚聽到你的泡聲 其實已經走了很遠的了 那所以我們拉完尺之後 先等15分鐘 對啦 鋪完尺等15分鐘 我們做魚類會落先的 那如果你不做魚類的調查 而被牧者追動物 或者是做珊瑚 或者做底質的那些做 那基本上做完 那些魚都走了 那所以魚應該沒有的 是找不到的 那雖然很多地方 可能那些魚不是太多 那我過去幾年 我們發覺那些魚類的 種類和數量都多了 那我們會先去做魚類 那魚類呢 那我們會是 那一條尺 中間這條尺 那一條一百米的尺 那會每邊2.5米 那外國有些地方 他會拿一條2.5米的棒 那其實如果你沒有呢 你其實省開隻手 大約是兩米左右 那這樣大約是2.5米 那其實多一點 少一點都不怕的 那這個我們都接受的 那你就要慢慢游過去 那所以呢 如果你做魚類的 通常我們就鼓勵一些 他那個的 那個 那個 呼氣吸氣的頻率好些 那通常比較有經驗 經驗一些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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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較容易 沒有那麼嚇走的魚 那見到魚的機會容易 而拿到的數據 會比較容易 那這樣就慢慢游 那我們呢 通常我們會5米 左右 停一停 停到一個分半小時左右 那你記錄數據 等一等 然後每5米 停一停 每5米 這樣完成了整條條尺 那剛才如果你留意的 那些數據 你看到是由0到20 是的 25到45 那其實呢 一條100米 我們不是做完的 那中間有四段 分成四段 我們所以好像拿到 四套數據 那樣的 那你看回數據表 那就知道了 那魚呢 我們就只看回 裡面一些的 指標品種 那有機會 那條魚 會回頭的 那如果你 認得那條魚 那你就不要記它 那你認不到 那你照記 那你避免不到的 那做完魚類之後 那我們先做 無借追動物 還有 這個底側 好 那你魚又來又去 是的 那如果你認得那條魚 之前記錄過 那你就不要記了 好 接著就無借追了 那無借追動物比較容易 那你只要找牠 那我們通常就會沿著 每邊2.5米 就S型 S型 去搜索 裡面的無借追動物 那包括 海星 海膽 如果你好運一點 會看到龍蝦 那有些 是真的看到龍蝦 不過拍照好了 千萬不要搞它 那我們就不會 說搬開塊石 搬開塊石 看看那個洞裡面有沒有 那你其實會影響到牠的家 那我們盡量不要 那我的確不鼓勵 那這個大約 那不需要停的 那優力S型 每邊一個 Diver 一個Buddy 那做完 那四段 那就可以了 那其實同一時間 那你可以做Coral 即Subtrade 同一時間去做 那Subtrade 那有海星 有珊瑚 那慢慢游過去 那另外Subtrade 那比較特別一點 那這個是一個Summary 那你見到 做無借追動物 和魚類 這個是一個平面 在上高望下去 那你見到 是每邊2.5米 這樣游過去做的 那這個就是 見到四段 0到20 那中間停一停 不做 25到45 那中間又停一停 50到70 75到95 那你的數據表 就是根據這個 去給你記錄的 那做Subtrade 就是做機質是怎樣 我就打橫看 那條斜在上面 下面是個Subtrade 那你見到 是每0.5米 一個點 0.5是一個點 那你見到 那把尺 0.5米 那一個點 碰到什麼呢 那你就寫什麼 那可以是珊瑚 可以是石頭 可以是碎石 可以是沙 可以是海綿 等等 那數據表裡面 有些不同的 key 給你去記錄 那這個我們都鼓勵 由 Team Scientist 做 所以每段40個數據 總共有160個數據 那根據這些數據 我會知道大約那個位置 那條尺上高的三豪幅 就是多少 那你見到這個 好 那其實做完之後 我們都 我們每一隊有科學家 那我們的 Team Scientist 就會檢查一下 究竟你的數據 是否正確 那為什麼他這樣做呢 因為其實 很多時候 有些做了不久的時候 可能他都會認錯 特別是認錯什麼 認錯如雷 那曾經 我帶那個 Team 的時候 做完之後 上來跟我說 見到十條蘇眉 那香港見到蘇眉 應該很難的 沒什麼機會 他說見到十條 那後來我就會問他 究竟你見到的形容 那形容原來是石煞 石煞是很小的魚 所以我們科學家 那個 那個 角色就是去看我們的Data 對不對 另外就是幫我們搜尋 還有做一些訓練 另外就是 離開之前 會看看究竟這些數據 對不對 我們都鼓勵大家 其實香港人很忙 大家都知道 但我都會 不沉氣 沉氣一點說 我都鼓勵大家 在十天之內 最前兩個星期之內 都可以發些數據給我們 因為我們其實 特別是今年有100隊 我們有100 Z以上的數據 其實需要很長時間去分析 那我也希望大家 可以 盡量盡快 越快越好 發些數據給我們 好 這個 科學家的責任等等 這裏我不詳細說了 他們都知道 但其實隊長很重要 隊長就是去到一個site 去負責 考慮他們究竟當日 會不會做三號補查 去年有一兩隊 我都有去帶 我發現原來太大風去不到 我都容許他們轉位 不會是cancel 我可能選一個 適合一些的三號補查位 讓他們繼續做 我們都可以的 這是天理關 因為始終我們安全是最重要的 甚至你如果覺得做不到 我們寧願你不做 另外我也會繼續說 因為其實我們過去幾年 大家都知道 這個氣候轉變很厲害 很多地方都記錄到一些很嚴重的白化 香港 都會有白化現象出現 白化是什麼 你看到其實 這裡有幾個照片 你看到有些白 有些中間有些黑點 大家有時看到 不知道究竟是白化還是 三號死了 這是一幅圖 你看到這裡 中間白色的 但看到每個三號杯中間 是有些淺色的 當你放大的時候 發覺原來它還有些肉 或者我們叫它的細胞 這個就是白化 只是沒有了顏色 只是沒有了顏色 這個就不是死的 我們就叫它做白化 它沒有了顏色 可能因為環境因素 健康因素 通常會令到它 三號的顏色 主要是它裡面有些共生種 那它不開心 祖又不開心 那些祖女就走了 這個就看到 你看到它白了 究竟是死還是白呢 你很明顯看到 當你放大它的時候 你還會看到一些 觸手 這個只是白化 它還沒有死 那死的三號是怎樣的 死的三號 當你放大的時候 發覺那些觸手都沒有了 但是看到中間的洞 有一點點黑色 那它裡面的骨 它的光進不到它就死 那這個呢 亦都是我們叫做 新死亡的珊瑚 最近死亡的珊瑚 這個 大家記錄的時候 如果看到這些都可以 另外我們 除了看到它 很明顯白色之外 有時候它有些 淡了色我們不知道 有時候James都會跟我們說 今天我們都會做回 另外一個叫Call Watch 去到 給大家去 用另外一個方法 去分析數據 看看究竟 那個珊瑚礁 健不健康 好 你看到這些 這塊珊瑚 其實死了很久 中間的一個圈 就是最近死亡 旁邊的那些 已經沒有了骨落 那些形狀 那這個呢 就是死了很久 我們不算 最近死亡珊瑚 我們當成石頭 如果是這樣 死了很久 珊瑚 我們當成石頭 好 另外就是 我們都想大家記錄一下 叫白潔 那些 這些是香港 其中一種會 吃珊瑚的動物 另外有些是 Nudipurans 它都會吃珊瑚 這個就是比較多的上見 大家看到 都可以幫我們做一些紀錄 那你見到 close up 見到 吃光 吃得很厲害 某些地區很厲害 那另外呢 剛才我講過 我們都想大家 鋪那條線的時候 都是同一個位 那如果你今年 你有些位留意 你會見到 那前幾年 瑤柱就委託了 浸會大學 加上 中大 成大的團隊 就做了一個 大型的白化 的調查 那在大部分的位置 我們都會釘了一些 叫 一些牌子 那去到那個位置 特別是 Team Scientist 可以注意 或者是 Team Leader 都留意 那我們呢 如果你找到這個Tag 你會根據這幾個Tag 去鋪那條尺 那會比較準 那James 也會跟我們 提多一點 他做那個 之前那個白化 Britching 那個 survey 那今年呢 我們都加了一些元素 那就是做一個 這個叫做 Video Transact 那除了鼓勵大家拍照之外 那我們都希望呢 每一隊 Team 如果 Team Scientist 做到 或者是當中 其實現在 大家 基本上下水 都拿著一部相機 所以很普遍的 那裡面有很多 攝影 甚至是 一些很厲害 可能分類的高手裡面 大家都不知道 但是原來有很多高手裡面的 那我都鼓勵大家可以在這條尺 上面 將你 鋪那條尺 整條尺 拍完一段的 Video 給我們 那我們都可以繼續 雖然我們安西去不了 我們去不了那麼多位 有100隊去不了的 但是我們都可以看回那個 Video 我們做一些 後期的 再詳細一點的分析 我們都鼓勵裡面 鼓勵你們 Team Leader Team Scientist 都可以 叫浪費些人幫我們做 那是不是就這樣 下去拍就算 那我們其實有些方法 我們根據澳洲的那個 有些Menu 那我們怎麼做呢 我們就是 將你的鏡頭 就是同個水平面 在這條窗石上面 離開25cm 所以其實 你拍Video那個人 你都要Bondance Control 要不然又高又低 其實我們看的時候 你會看到穩 還有我們不可以游得這麼快 基本上我們大約 分半鐘 就60米 其實一條窗石 100米 應該就是65分鐘 應該不難 大家經常拍照 這個你拍完之後 其實可以給我們一條 Video 我們都可以在裡面分析 究竟 珊瑚覆蓋率 或者裡面的白化 甚至可以分析究竟 你這條窗石上面的珊瑚的品種都做到 這個其實很有用 對於我們 好 最後我都再講一講 我們其實 特別是今年新加入的朋友 我們其實有Apps 這個Apps裡面 你可以下載 趁著現在可以拍照 在iPhone和Android都有 裡面有我們所有的普查位 過去的數據 還有GPS 還有 還有 裡面有些 紙幣品種都在裡面看 其實這個都很全面 另外我想 另外 有一個我想說 就是最近 大家都 很多 在Facebook 或者其他媒體 都看到 有很多不同地方 拍到有 海龜 其實海龜 就不是我們的紙幣品種 其實 如果我們在一條赤 以外的地方 看到一些稀有的生物 例如海龜 海豚 甚至是沙魚 我們都可以記錄 不一定要在2.5米 2.5米的範圍裡面 當然其他的紙幣品種 一定都在範圍以內 如果你看到一些稀有 少見的 你都可以記錄 給我們做一個紀錄 那我講的就是這麽多 多謝各位